台铁229次新自强号发生出轨事故 共造成9人受伤 而其中司机员因为被落实砸伤 送院后被判定 又手粉碎性骨折 紧急开刀治疗 而现在已经完成手术 转入一般病房 而台铁事后调查 事发时没有超速 初步判断不是人为疏失 也承诺会负担医疗费用 并增加慰问金 让司机可以好好休养 受伤的司机员慢慢走下接驳车 右手因为骨折动不了 包着一大块纱布 身体状况怎么样 不舒服 不舒服 哪里受伤啊 右手肘 51岁的陈姓司机员 被弹进车内的落实砸伤手 导致出血性骨折 受伤的手一震动就会痛 其他伤者陆续被送出来 摔到椅子下面 他抓在第几车 撞击时跌倒伤到腰 这位小姐几乎不能动 痛到脸色惨白 全部都没电了 我看以后有的都哭出来了 回忆起撞击当下 眼睛瞪大显然被吓得不轻 21号接近下午5点 台铁229次列车 被土石流的落实 砸进驾驶舱 三节车厢出轨 9人受伤 乘客多时擦错伤 而最严重的是司机 这位加油 谢谢 月台边民众对司机员大喊加油 这名陈信司机有六年驾驶经验 当时看到落实已来不起刹车 司机第一时间被送入驾呼病房 还好手术后生命增上稳定 已经转入一般病房 陈先生到的时候右肘变形 那有一个会出血的一个伤口 那左边的腰跟左边的邪肋疼痛 翻身困难 那医疗团队就是用最快的时间 帮他安排手术治疗 那我们在昨天12点半的时候 帮他完成手术 司机恐怕还需要修养一到两个月 才能回到工作岗位 台铁调查是发时驾驶时速为 119公里并没有超速 出判不是人为疏失 承诺会负担医疗费并致赠维稳金 而其他受伤旅客都已出院 好消息希望能让司机不要挂心 好好复健返家修养 记得综合报道